拼布呢 基本上是三层 说是表布 表布是什么呢 就是咱们需要拼接的 贴布也好 是拼接 铜形也好 这个在弄好了以后 叫表布 然后下边加上衬棉 加上底部三层 然后把它缝在一起 这个叫拼布作品 小木屋的这个背垫呢 我也是用了三层 咱们下边呢 一块先看一看 这个小木屋怎么做啊 小木屋的拼做方法 来制作圣诞背垫 需要准备 我希望大家今天学习了以后 知道这个图案是小木屋 将来你见到这个 你就知道 我知道这个小木屋 拼布的小木屋 它就需要准备的材料呢 就是一块白布 3.5公分的边长的正方形 剩下的这个绿条和红色的条呢 它就是三公分宽的这个条布 你怎么裁呢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说你要想把小木屋做得好 这个布条 这个正方形要裁的 稍微是正方形的边长要相等 另外这布条呢 你三公分的布条要裁的 稍微规矩一点 这样的话就需要你在这个布料上 要把线画上 然后再去裁 3.5边长的正方形白色布一片 以及宽度为3公分的 绿色和红色布的布条若干 围绕着白色正方形 进行拼缝红色和绿色的布条 防缝是0.7公分 我这讲到缝红 缝红的就是你的作缝的宽度 我这演示的是机器 也可能有很多朋友的 他是没有机器 没有机器 是不是就不能做了 也能做 也就是说你裁完3公分的布条 红的和绿的都是裁的3公分宽 然后呢 你再画在它上面 把你的作缝的宽度画上 因为我说0.7呢 是因为缝纳机 它这一般的作缝都是0.7公分 如果你是手工缝的话呢 你可以自行决定 你也可能0.6公分也可以 你画0.6公分的线 所有的都画上0.6 这样的话 就为了让它的作缝一致 你要画1公分的也行 画了1公分的话 这3公分的就剩2公分 这个就稍微 将来出来的 这个整个小木屋的 这个要小一些 而且这个剩下的 这个布条的宽度呢 就要窄一些 所以大家可以考虑 我在这稍微说一下 因为我没有缝纳机 那我就没法缝了 不是也可以缝 每一条在缝盒以后 剪掉多余的 用手刮进行导缝 这个导缝 就是在对于拼布来说 它拼接的时候呢 有导缝 有分缝 咱们这个图案呢 就才用的是导缝 导缝因为这个图案 比较简单 所以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呢 就先用手刮一下 实际上它也有工具 但是我今天呢 就不给大家说那么多了 就是用手刮一下就行 把它刮一下以后 你再继续缝 不要不管它 要把它那个做缝 导缝要捣好了 围绕着白色正方形的边 进行拼缝 红色布和绿色布 都拼缝了三条 拼缝以后 再反面和正面进行运烫 这个运烫呢 也不能忽略 所以在做我们制作拼布 尤其表布的拼缝的时候呢 随做随运 随做随运 这点我提醒大家一下 再看接着看下来 裁剪和拼缝的表布尺寸 相同的 衬绵和底部 这样子呢 我这个有点快 大家就是说那个 就是说裁剪和你表布拼完了以后呢 它这个是拼 实际上拼出来 也是一个正方形 根据它的尺寸 你裁剪一块底部 在咱们这个上面 这是衬绵 这是一块底部 它应该 我刚有一个箭头了 这指示了一下 这是底部 底部 然后这是衬绵 把底部正面朝上 和这个表布拼缝的这个呢 它正面相对 然后把衬绵放在最下面 它们三个搁在一起 进行缝一圈 缝一圈呢 但是要留一个反口 拼缝的表布尺寸相同的 衬绵和底部各一块 表布和底部正面相对 加上衬绵 三层 缝合一圈 某有六公分的反口 将缝合线以外的衬绵剪掉 这样子呢 我们有指示 实际上是为什么呢 就是说 你加衬绵的 衬绵材的时候呢 是和这表布尺寸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要把它翻 翻到正面上 所以你翻了以前 你要把这个 做缝线以外的这个衬绵呢 最好能剪多少 剪一下 因为你将来你翻 要折叠运烫一下 要如果带着衬绵呢 它就太厚了 尤其在 在这个拐角的地方 这直角的这个地方 好几层布 再加上两层衬绵 这侧面再加上 就太厚了 不太好翻 所以这点呢 大家理解一下 就是缝线以外的这侧面 一般在这时候 我们要把它剪掉 折边运烫 在四个角的地方 要注意 要折成直角运烫 这个运烫 要不我说 这要做拼布的 就是要反复的运烫 所以在这时候呢 你在折 在翻它以前 一定要运烫 这样回来 你翻过来以后 你这个正方形 就非常的规矩的 所以这个点呢 大家要注意 运烫好以后 翻到正面 借助锥子 将四个直角 整理成型 进一步在底部 和表部上运烫 用手针采用藏针法 将反口封住 圣诞杯垫制作完成 该杯垫的尺寸 约12公分正方形 多片小木屋 进行披缝 可以制作一个桌旗 做一个这样的圆的杯垫 这个制作呢 非常简单 也很容易 拆一个这样圆的这个模板 然后呢 根据这模板呢 拆五片同样大小的圆 这个呢 是底部 然后两片红的 两片绿的 然后呢 就是说 你要使用红的 再做一个小一点圆 这四个红 两个红了两个绿的 这个圆 要折一下 折一下以后呢 把它运烫 这些鸡蛋 都丝片呢 都要用这 把它运烫 将这丝片呢 全部运烫一下 运烫完了以后呢 是这样 这是底部 把它放在下面 最下面 它的正面朝上 然后把这丝片呢 是这样放下 这全部放好了以后呢 就是一个压一个的这样放 放好了以后呢 把它固定一下 用猪汁固定一下 这个呢 猪汁呢 全部固定好了 固定好了以后呢 我们看一下反面 就是说呢 然后你沿着刚才画的这个 做缝线呢 把它这个缝一圈 这一圈线呢 就缝好了 缝好了以后呢 把猪汁取下来 取下来以后呢 就可以从这翻 但是咱们翻以前呢 还是要在这个 整个这个圆的周围呢 打下剪口 这一圈呢 都是这样剪 这个剪口呢 就全部打剪完了 剪完以后呢 最好呢 还是要把它折一下 运烫一下 把这个边呢 把它折一下 然后用运抖呢 把它运烫一下 运等了 这一圈都是这样 来运 这个折边呢 运烫好了 这次呢 就可以把它翻过来 从这里 把这个翻过来 翻过来以后呢 也同样 把它运一下 这个背垫 就完成了 这个这样圆的这个 这个圆的模板呢 它是12公分 我做出来的这个 圆的背垫呢 它大约是10公分左右吧 但那个这个 所以裁的这个圆呢 是12公分 你做这个模板呢 也是做12公分 另外呢 咱们有做缝 有做缝线 就是说它这几个 折叠完以后 都放到一起以后呢 要缝一圈 那缝一圈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缝缝问题 这个缝缝呢 就是说你不管手工缝 不管是机器缝 你要缝的 要缝个圆 对吧 你要缝的不是圆 缝的不好 做缝不一致 那你将来翻出来 它这个圆就不好看了 所以就要把作缝线 要最好是画上 就再做一个小一点的 这个模板 再做一个小一点的模板 那是10.5 就是说如果是 0.7机缝的话 0.7公分的这个作缝的话 你做一个10.5的一个 一个小圆 然后呢 把这个作缝线 要在底部上呢 要画出来 这就 就是说这个活呢 这个小圆背垫呢 它不是很难做 是吧 但是关键的几个点 它是这么样 就是说在后边呢 我就说缝完那条线以后呢 要打剪口 一个是开始要折叠 要晕烫 另外一个呢 它到后头呢 要放弯那一趟线以后呢 要打一下 要剪一下剪口 凡是圆的东西 你翻它的话 你要是打剪口 不打剪口 它将来皱皱巴巴的翻出来 它就不好了 这不是个圆了 它皱皱巴巴的东西多了 你想它从大圆翻到 翻成小圆 所以它就是要剪下一些东西 另外我在刚才做 那个小木屋的时候 也跟大家特别强调 要晕 要晕 就是你翻以前 你要晕一下 你晕完了以后 一翻 翻出来的这个东西 就特别的规矩 所以这是我做拼布 我感觉到 体会到的这一点 就是实际上的 这个运 是和随着你的 这个东西做的过程当中 总是要在 要运动 用运动来运 所以这点呢 就是说 无论以后做什么 就要记住这个 实际上你做是一方面 它运有时候 起了很大的作用 路圣诞案的制作 以拼布玻璃化的制作方法 同时采用了金色的青条 使作品增加了 圣诞节日的气氛 首先需要 准备这样一张图纸 这个靴子的宽度呢 大约是16 另外这个整个的高度呢 是43个 42 43公分左右 上口之下呢 除了拼接图案以外呢 这是呢 7公分到8公分 准备这样一个图纸 图纸描绘完了以后呢 就可以把这个图纸上 这些部分呢 把它标上数字 另外还得需要有一张图纸 也就是说 用另外一张图纸呢 准备一块白布 把这个靴子的拼接图案呢 把它这个 描绘在一张白布上 这个做完了以后呢 就可以把这个 下面的这张图纸呢 把它这个拼接的图案呢 分别都采拍 采成它的每一个小单元 那就是这些 剪下来以后呢 下一步呢 就是要用一张这个 双面胶的纸 这个有的叫的 奇异称 叫奇异称 它是这样的 它这种呢 是这样的 在这 咱们描绘的这张 这个这面呢 它这上的 这是有胶 下面是有一层纸 挡着这个胶 所以这个叫奇异称 把所有的这个呢 就都描在这个 描在这个 奇异称 双面称的这个上头 这也这样呢 我再解释一下 这我写了这个英文的 它的这个这个词 就是说你有时候 很多商店呢 你要去买这个 它肯定不是这么叫 咱们中文叫奇异称 你要去买的话 有很多布衣店 什么都有这个东西 就是咱们在贴布补花 现在这个东西 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它叫这个Steam Steam2 它是叫这么个名字 所以我在这提醒大家 就说不光是说 咱们今天做这个圣诞挖 就是在很多贴布的地方 都可以用这个 它这块纸 它是我用的这个呢 它是橙卷的 它是这两张纸 它这个纸的背面 有很薄的一层胶 后面它那纸呢 是打着那个胶 所以它这上的这个胶呢 是低温 你稍微用一点温度呢 它就能烫到你的布料上 而且它也 将来你在缝制的时候 也不影响你的缝制 也不难 所以我在这儿 这个作品呢 特意给大家介绍这个衬 然后呢 再把这个分别再剪下来 在这双面衬上 要描绘的时候 记住的是有一点 就你这个样板呢 这样的是正面 要把它呢反过来 把反面朝上放着 然后去描绘 所有的样板呢 都是这样的 然后呢 把它一个个剪下来 你可以一个一个的剪 剪下五或者六来以后 你选择一下布料 然后把它粘在布料上 布料的背面 粘在布料的背面 可以是大于它 把它剪下来 粘在布料上以后 再剪的时候呢 可以按线剪 或者是呢 要大一点 轮廓线剪下来 咱们想用这两块布呢 做五和六 这样的话呢 就把这个剪下来的样子 这个带胶的 这个这一片 把它粘到这个布上 把它固定在白布上 然后呢 这里看到了吧 我刚才有这么一句话 就是说你在从那个 其一刺往下剪的时候 要把大于它这个轮廓剪下来 因为你要把它粘到布料上以后呢 要进一步的再剪 所以呢 提醒大家 一定要大于它 你别沿着线剪 沿着线剪 你再粘到布料上 你再剪 这个尺寸就有变了 粘上了 剪下来以后呢 可以把这个 上面这一层纸把它撕掉 因为这个胶呢 已经都在了这个布上 再把它固定在白布上 在描绘的这个图案上 稍微呢 彼此呢 压上一点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说咱们在 从布上往下剪 这块的时候 也可以比它轮廓 也要稍微大一点 为什么呢 就想让它们 彼此都压上一点 同样呢 把这个6呢 烫到这个布料上 所有的这些块呢 都是这样做 现在呢 主要的问题呢 就是你选择布料 选择什么布料 所有的彩色布呢 都把它都粘好了 下面呢 就是需要做一个什么工作呢 就是说在每块布之间呢 它这个相似 用金色的条呢 把它压一下 就这样的金色的条 它呢 下面呢 是有一层胶 你把这个纸撕开了以后呢 整个胶呢 都在这上 所以这个用起来很方便 直接的你需要在什么地方 做这个条 直接放上去 然后把它晕烫一下就行 这里头需要注意的呢 就是说 每一个条呢 它这个头 头的这个地方呢 它这几个条呢 是需要用这条呢 把它压一下 这样的话 它就不至于 把它的头呢 都出来 所以所有的这些呢 咱们都是这样做 一定要注意呢 是在两块布的之间 要在两块布之间 而且你头的这地方呢 要留出一部分 这样的这条呢 就烫好了 烫好了 把它剪断就可以 然后继续 在它们别的条 这金色的箱条呢 就全部都熨烫完了 然后整个这个圣诞袜呢 它这个拼接的工作呢 就完成了 接下来呢 就是需要用这个表布 衬棉 还有底部三层呢 把它们疏缝固定以后呢 进行压线 这个圣诞靴的压线呢 准备呢 就是沿着这个金色条 在它的两边呢 压上线 用这个金色的线呢 来进行压线 另外一片呢 圣诞靴呢 是由两片组成 另外一片呢 它也同样 它也是咱们采用的是 红色的布 也是衬棉 底部三层 把它疏缝压线 这个呢 就压棋子格就可以了 两片的疏缝完了以后 压线呢 已经完成了 这个呢 是压的棋子格 这里呢 我再解释一下 就是咱们从一开始呢 就跟大家讲了 拼布呢 它是由三层组成 由表布 衬棉和底部 所以你表布的拼缝完了以后呢 要进行疏缝和压线 这也是咱们拼布 需要做拼布呢 是不可缺少的 这一道序 就像我这个白色的线呢 这个大针脚的这样缝呢 这就叫疏缝 实际有点像咱们 以前做被子的 那种做法 是吧 就是大针脚的 用粗一点的白线 把它这三层呢 先固定一下 在拼布当中呢 叫疏缝 然后呢 疏缝完了以后呢 再进行压线 现在咱们这个视频上 显示的是 圣诞靴子 它的下面那一片 那一片呢 咱们选择的红布 在这上呢 压的是棋子格 这一片呢 是在这个金色条上压的线 这样的话 下一步呢 就是把这个疏缝线拆掉 然后把这个 按照靴子的形状呢 把它剪出来 在疏缝线拆掉了以后呢 圣诞袜子呢 把它剪成形了 两片呢 两片都剪成形了 剪成形了以后呢 首先呢 要在这两片上 它这口部呢 用这个帽袋呢 把它包一下 这两片的包边呢 都都做好了 这就包边做好 然后呢 下一步呢 就是把它们两个对起来 对起来呢 一起包一圈 包边包一圈 你可以呢 首先先把它们缝一圈 然后再包边 在上口滚完边以后呢 这个 整个这个 圣诞袜子一圈呢 也滚了一下边 首先呢 滚边呢 首先缝这个正面的这一条线 然后呢 缝完以后呢 然后手针缝的 背面 背面的手针缝 另外呢 把这个挂的这个袋子 也夹在这里 在第一次 第一行缝的时候呢 把它夹在这里 整个圣诞袜子就完成了 你要仔细看这个图案 它也太复杂了 是吧 这就太难做了 你要贴不过怎么做呀 但实际一比一的 把它画下来 在那个 用那个衬粘到底部上 一层层 一个压一个的粘上 然后呢 如果你能够有缝纫机的话 就什么颜色的布 采用什么的线 把它压一下 就更结实一点 所以就是说 今天咱们 我觉得大家是不是能够知道 我知道一个双面衬 叫奇异衬 它的英文名字呢 是叫那个名字 SIM A SIM CHU 大家记住